vuky 最後一開始 下面一開始 那這是什麼展示櫃嗎 對,這是展示櫃 客戶有很多的書 然後很多的展品 像是有一些佛像 然後小的 然後朋友是你的小禮品 他都希望能展示在這邊 所以我特別是做的照明 還有上下的間層的展示 客戶又希望有一些收納空間 還可以放一些電風扇 吸塵器 那清潔用品嗎 旁邊兩側是收納櫃 超大工具的收納櫃 好多層喔 下面也有一個電源對不對 到時候如果說我們打開 我們需要用 那個 吸塵器的部分 它一樣可以做使用 而且現在很流行用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 可以讓它回家 放在下面 然後就自動回家 充電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書房的空間嗎 對 這邊還會有一個書桌 大方是書桌 客廳跟書房門一樣可以做互動 就是整個完全完全的都是開放式的 書房還有客廳跟用餐廚房區 都是完全開放式的空間 對 我希望讓整個空間開闊起來 讓整個我的公共空間 是有一個整體性的 嗯 就不會被切割 太累積了 OK好 那我們再進入到 臉書的部分 這邊是個客房嗎 客房 客房 客房的部分它其實它是希望做 簡單的新裝 做簡單新裝的部分 我就用顏色 用白色的去戴 然後去戴一些黑色的線條 然後再利用 這個有點類似水泥 水泥是質感的 這是壁紙嗎 對 很像水泥耶 是的 看不出來是壁紙 是 然後再加上 我把這個空間的顏色把它 稍微降下來 會看起來比較沉穩 嗯 不管是今天來的客人是年輕的 還是 或者是長輩 在這個房間的時候其實都做得很舒適 嗯 本體的感覺就是像是比較沉穩一點 是的 那個很柔美的窗簾 對 它這個窗簾 窗戶開得很大 剛好可以看到戶外的景色 是的 可以打開看看 哇 打開就看到藍天白雲 還有綠地 嗯 超美的 好 那我們到下一個房間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小的展示櫃 喔 這邊有一個展示櫃 感覺 有很多很多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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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麥克杯 它需要放在這裡 嗯 對 然後它做使用的時候它底下一樣可以做收納 我們一樣可以做一些衣物的秘密 OK 好 漂亮的透明展示櫃 感覺女主人是一個很喜歡收藏東西的女生 然後這裡的話我們會接著會展到我們看床頭部分 我會特別使用用金屬條 比較細緻的去帶 去呈現一個比較融合的細緻的感覺 然後女主人它這個還特別挑戰 後來他很喜歡的灰色的食材 這塊食材叫阿波羅 阿波羅 對 它是石磚嗎 還是 石材 是真的石磚 喔是石材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聽到大家都很關注 覺得這個非常實用的便利式的部分 因為它已經在室內了 是我全部都用開放的 嗯 開放式的 要挑衣服 要做選擇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而且我還有燈 它燈這樣打下來的時候它會更漂亮 就是我今天想要什麼衣服 我馬上可以做一看 嗯 我覺得很一清二楚 然後接下來有些小巧思就是像這個 哇這裡面可以放東西 然後裡面都是透明的 台面是透明的 嗯 這可以放置像領帶阿 尼帶阿 手錶阿 墨鏡阿 大家的飾品 飾品區 這樣就不會說掛得0033的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收納 那有一些像換季的衣服 我們就可以收到在大衝鏡裡面 這邊都是它手錶可以做收納 嗯 它這個更衣室的位置很好耶 因為剛好就是衛浴 走進去就是一個衛浴設備 是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是希望讓它 因為女主有很多包包 嗯 帽子 我們就會放 這邊可以放帽子 包包 之類的 做陳列 它就不會在調的時候都藏在衣服裡面 其實不好使用 嗯 就是一個開放的展示櫃 對啊 方便女生就是 欸我今天要拿哪一個包 我就直接拿了就走 不會說放在櫃子裡 東澡西澡找不到 嗯 剛好它這個位置 裡面就是一個衛浴設備 可以打開一下 衛浴的鋪配 OK 會看到那邊有一個小腳窗 我們泡澡的時候就可以接著看 外面的紫色 好棒喔 一邊泡澡還可以一邊看夜景 是的 然後出來剛好就是一個更衣室 就等於說你直接在這邊出來 就可以挑選你的衣服了 搭配你今天要穿什麼 好 那我想問一下屋主有什麼 今天他這個整個整體的設計 他有說特別喜歡什麼樣的風格嗎 他會希望的是 他是希望是現代主約 但是他希望有一點歐美的風 歐美的感覺 所以我幫他挑了一些線板 但是我用白色直接帶 他變成有點新古典的感覺 但是他又不會那麼重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線金屬條的部分 把這個質感提升上來 不會只是單純的白色 或者黑色 就有一點美式帶一點古典風 對 女主人粉質是外甘風式 在這邊 富二達 其二達 然後男主人這邊他粉質是雞屍 這其實也是常常跑國外 對不對 所以他特別喜歡這種比較開放式的 或者是比較美式古典的風格 只好一個人 好多元 那快點 一 DH 就會 transcend到